亚洲个别地区再有疫情重渐迹象,印度确诊个案续创疫情以来新高的31.4万宗。 日本亦宣布个别府愿再度进入紧急状态,意味经济活动会再稍为收紧,而欧美地区的确诊数字虽仍可维持低位。 但个别央行就因经济复苏进度理想而部署,甚至已开始收水,为后市走势埋下隐忧,从资金流向可见短期避险意识有所增强。 在部分资金抽离港股的同时,多只南丑股有配股集资,甚至有大股东高位批股的情况,分拨入市资金之余亦损害到市场对股份前景的信心。 不过,日前传出人行将向华融收购过千亿不良资产,反映政府仍愿意为国企出手拆弹,一来避免个别企业危机扩散成系统性金融问题,二来增强市场信心以防止其他国企的融资成本上升。 绝对是市场相当乐见,A股上周边陆得数百亿元南水流入,港会亦进一步明显回落,显示就算港美息口再度收窄,资金仍愿意持续拍案。 鉴于目前有多只股份陆续公布柜绩,相信这批资金或多或小正部署入市。 如无意外,恒生指数在月尾前都会维持上落市状态,板块则会轮流炒作。 Strategy Analystics公布,由于需求复苏及手机制造商力推5G, 今年首季全球手机出货量升至2015年以来的新高。当中小米01810出货量更按年升80%,市场份额续升至新高15%。 尽管去年疫情是弱,集团也成功推进既定战略,各项业务持续增长,智能手机及IoT业务表现理想。 去年第四季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29.7%至42.3百万部。 市占率升至12.1%。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的生态建设。 MIUI月活跃用户数升28%至3.96亿。 数地机器人、智能电视等以连接AIoT平台的IoT设备亦增长38%至3.25亿部。 可见集团近年力推手机承号AIoT核心战略的成效显著。 未来,集团将潮着屏下摄影,无线秒冲,AI语音交互,5G及6G通信,大数据及云服务及智能製造装备等方向投入开发,增加其下硬件产品的吸引力和性价比。 提升产品竞争力。 另外,集团近乎每日都在场内回购股份,为现水平股价带来支持。 由首季手机出货量可见下月公布的贵迹大机会有惊喜。 投资者不妨现价收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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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 pronto lament一 우리는来与摒 blir至继续的作用。